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沪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个股市的收盘情况 港股横止今日高开1.59%后迅速走低 一度跌了0.43% 低见26812.75点 尾盘在剑拉升 截至收盘 恒生指数涨1.22% 涨328点 报27272.39点 连升7日涨将近3000点 再创了7年新高 国企指数涨1.74% 涨239.16点 报13987.53点 大市全日成交2211.45亿港元 港股通剩余额度为51亿人民币 使用为5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6毛5 中国移动涨7毛 建设银行涨8分 工商银行涨6分 中国银行涨1毛1 港交所涨9块4 中国人寿涨9毛 友邦保险涨1毛 腾讯控股涨1块9 金沙中国涨6毛 长河涨1块9 新鸿基地产涨2块7 九龙仓涨2毛 中国海外跌1毛5 华润质地跌2毛5 中海油涨1毛6 中石油涨2分 中石化涨1毛 昆仑能源涨1毛5 中国神华涨1毛 看完了港股方面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内地的股市方面 中午早盘 大盘低开高走 护质拉升翻红 盘中震荡走高 临近收盘 金融股强势拉升 护质再占上了4000点 午后大盘继续走高 尾盘金融股集体拉升 护质涨2% 再次创下了7年来的新高 而成交量方面 护质是成交了6685亿元 升市是成交5950亿元 两市共同成交12635亿元 成交量出现回落 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医疗 基因测序 西藏 蓝宝石 养老概念 生物质品等板块的涨幅就比较的居前 而B股方面 B股指数报346.87点 大涨9.06% 86只未停牌的个股全部涨停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 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宗指报4034.31点 涨76.78点 涨幅为1.94% 升城指报140013.34点 涨216.6点 涨幅为1.57% 沪深300指报4344.42点 涨82.28点 涨幅为1.93% 创业版指报2552.83点 涨56.34点 涨幅为2.26% 再来关注一下 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北京北城实业折让64% 山东莫隆折让62% 浙江市保折让61% 京城积电股份折让60% 东北电器折让658% 再来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情况 万科企业溢价7% 江苏宁护高速溢价3%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3% 招商银行溢价负的0.3% 工商银行溢价负的3% 关注完了股市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内地上月份的消费物价CPI 以及生产物价PPI的表现 均胜过市场预期 有分析就预期在中央放宽货币的政策下 通胀率会进一步的进行回升 预缓通缩风险 而内地的物价维持向上 继续舒缓市场对通缩压力的忧虑 而国家统计局就公布 反映通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月升了1.4% 与2月份的数字一样 虽然连续7个月处于2%以下的水平 但是已经高于市场预期的1.3% 国家统计局就解释是受春节后价格回落的影响 因为居民对鲜活食品需求减少 而且天气好转令菜价回落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廖群就表示 数据胜过市场预期 认为通缩压力有所舒缓 估计在中央放宽货币政策的情况之下 全年的通胀约保持在1.6%的水平 要留意下周公布的首季经济增长数据 估计略低于中央定下的全年增长为7%左右的目标 他预期人民银行会在本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并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再减息一次 以刺激有关的经济 港交所的行政总裁李小佳就指出 本港正在迎接全球资金交汇的时代 他又指出 沪港通投资额度今年肯定会扩大 资金拥入本港市场 港股令投资者亢奋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再次呼吁投资者要冷静 他又形容 本港正在进入全球资金交汇时代 沪港通投资额度今年肯定会扩大 对于资金的大举流入 李小佳就表示务需深究 只强调香港有投资的机会便可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 至于筹备中的深港通 李小佳同时就表示 港交所的准备工作要到7月的中旬才能得到完成 因此上半年可落实深港通的传闻并不真实 他又表示深港通在开通之后 未必会如沪港通班有资金大军的拥入本港 反而是增加资金北向流入深圳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沪港股市总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周再会